圣灵施行救赎第28讲 这个是普遍恩典的最后的一段 就是反对改革中普遍恩典论的第四个反对的论据 这个标题是说重启派 事实上这个重启派的反对理由 敬虔主义包括莫拉维弟兄会 还有巴特的新正统神学 也持类似的立场的 我们来看 先来看重启派 就是德国农民在16世纪与马丁路同时的 另类的宗教改革运动 重启派反对普遍恩典论 因为这种的普遍恩典 就等于承认 在今生的世界的秩序里 有一些的因素 有些的成分是善良的 这个是与他们基本的立场相违背的 从启派认为 the natural creation 被造世界 是值得我们亲看的 亚当是属于地 是属地的 所以在受造的世界秩序里 他们只看到的是不洁 不洁净 基督设立了一个超自然的 超过这个世界的 世界秩序 而一个重生的人 不单单是被更新 而且是完全是一个新的人 是属于那个的新世界的 新的超自然的 的世界秩序的 下面的就很重要 他一个重生的人 与周围的世界 是没有共通点的 因此不应该参与 这个世界的生活 再来 重生的人与世界是没有共通点的 因此不应该参与这个世界 从来不发誓 不参与战争 不承认政府 不穿熟世界的衣服 等等 按照这个立场 除了拯救的恩典以外 没有其他的恩典的 有其他的派别 也持这个立场 有Labardism 法国的一个小支派 敬前运动 莫拉维弟兄会 还有其他的支派的 除了这个以外 从另外完全不同一个 神学的出发点 Butter 跟这个 同喜派 神学上 差不多完全没有共通点的 Butter 反对 普遍恩典 又好像是 用同一种的思路 出发的 这个并不稀奇 因为对Butter来说 人是受造的 和人是有罪的 差不多是同一马仕 布伦纳 这样来总结 Butter的立场 不过 布伦纳不接受 OK 布伦纳拒绝 Butter的立场 不过布伦纳 也是另外第二个 很重要的 新正统的神学家 这样来总结 Butter的观点 Butter承认 耶稣基督 是唯一的 神的救赎的恩典 因此 自从创世以来 就没有 就没有创造 跟支持 生命的恩典 which manifests itself to us in God's meanness of the world 因为假如 我们相信神 还是有一种的恩典 支撑着这个世界的话 我们就要承认 两种 甚至有三种的恩典 那个就与基督的恩典 是独一恩典 就像矛盾了 当然圣经没有说 你不可以有两种的恩典 不过Butter说 这样子就等于不承认 基督的恩典是独一的 唯独的恩典 同样的 上帝的新创造 并不是一种被造世界的成全 上帝的新创造完全是一种的取代 上帝怎么样成就这个新创造呢 是完全地毁灭掉 是完全毁灭掉先前的世界 以新人取代旧人 下面这句话我不会翻译 还是拉丁文 总之呢 他觉得这个有普遍恩典 这个是一个超大的异端 Arch heresy 布伦纳拒绝巴特的观点 所以布伦纳在这一点上比较像改革中的思想 布伦纳就是因为这一点跟巴特闹翻了 所以新创造分两个大的思想家 两条路线 那这一段讲什么呢 讲人 罪人与这个世界没有 对不起 一个罪人得救了 一个重生的人 与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共同点的 所以呢 不参与这个世界的生活 恩典吗 只有救恩 没有别的恩典 那我们已经说过 事实上圣经有讲到一种 不是救恩的恩典 那我们既要派 敬前派的教会 的弟兄姐妹 往往就是在这个创造 神的创造 人是神的形象 普遍恩典这方面 我们的认识是比较弱的 所以这个整个的普遍恩典的讨论 对我们很多的华人教育弟兄姐妹 是比较新的一个题目 最近范太尔所写的一本的书 很重要的书出版了 普遍恩典与福音 是值得我们去研读的 我们就这样子来结束 普遍恩典这个教义 下一个题目呢 是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